那我們今天就是我們演藝系非常開心可以邀請到我們的政務委員來現場跟我們分享以及回答大家的提問 所以讓我們追隨的掌聲歡迎我們的航空政務委員來掌聲歡迎他 好,很高興可以來這邊,然後我還有陳柳玲的生日快樂 是,是這位,是生日快樂,生日快樂 現在人氣非常高,很多朋友都想要祝你生日快樂 對,我接下來,那我就先坐著了,那接下來大概有一個半小時的時間嘛 那我大概順序就是這樣,就是任何人都可以按讚 那按讚數量比較高的就會跑到這個前三名這邊 那最新的問題也會跑在底下,那現在已經156個了 大部分是想要祝陳柳玲生日快樂,所以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有人氣啊 所以我們就,剛剛我講過生日快樂我就會把它收起來了 所以收起來我就會打這個勾,那它要收掉了 那所以接下來就是看大家的啦 那如果剛剛沒有掃到KRCO,也可以手動的輸入slido.com 然後輸入00525,然後不用輸入,也是可以進入這樣子一個聊天室 那當然如果中間就是,如果打字比較不方便,或者是剛好沒有帶手機 我不確定會有人真的沒帶手機 但是你可以請左林右舍的方便輸入,或者是你也可以舉手啦 那舉手的優先順序,包括螢幕上面,但那舉手的話也很歡迎 就是直接開始對話,那這個一個半小時中間是不休息的 那我當然不可能回答要全部的問題啊,已經156個了 那所以就是要拿票,拿票你的問題才有可能被回答到 大概就這樣子,那我們就開始了 有五十個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這個台灣如何可以不用武力衝突啊 成為國際認可的獨立國家,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其實像這次在WHA,就是世界衛生大會之前,大概兩天兩三天左右 我們在衛福湖就辦了一個類似WHA的視訊論壇 而且我們的視訊品質還比他們好,他們中間還會抽格 我們都沒有抽格的問題,那這個就是所謂的Renilateral 中文翻成小型多邊關係,雖然參與的只有14個國家 但是參與的都是相當具有層級的衛生官員 那而且在這個過程裡面,我們也很具體的分享了 好比像說我們的總裁是多麼可愛啊,或者是說這個院長怎麼樣 就是稍微靠,稍微搖一下他的臀部 提醒大家,我們都只有一粒卡層,就可以解決衛生池之亂啊 等等的這些,或粉紅口罩啊,等等的就是在過去這段時間 大家可能已經耳熟人想了一些梗啊,那而且實際上 各國都覺得這個非常的受用 因為他們光是要培養他們的民眾有戴口罩的文化 就已經很不容易了,那我們竟然還可以挑口罩的顏色啊 那所以這個故事要告訴我們說 其實台灣Can't Help,它不是只是一句口號而已 它還是一個網站,你如果現在打台灣Can't Help 那事實上第一個應該就是我們衛福部的網站啊,如果 對,很好,我們SEO做得很好 所以第一個大家就可以看到是台灣 我們不但保護我們的醫護人員 而且我們也響應口罩的世界互助 把大家沒有領取的配額,響應出來 幫助大家的醫護人員 但是比較有意思就是第三個 為什麼是一個.US的網站呢 難道是美國人做的嗎 實際上不是美國人做的 這個就是阿迪跟詠珍跟志祺跟大漢跟 我一定還忘記幾個人 但是無論如何就是他們募資嘛 可能也有人在這邊有參加過他們的募資 他們做了一個非常漂亮的一個視覺藝術的一個呈現 Who Can Help, Taiwan 然後有人就馬上他變成樂高的版本啊,動森的版本啊等等 那這個的好處就是說 第一個大家都馬上知道說 這個台灣到底具體的可以幫助什麼 不管是在資訊上面 在回應上面 在這個剛剛講到的就是社會常規的建立上面 在醫療技術上面 在物資上面等等 而且這邊會列出 到目前為止已經63萬的朋友 有響應我們的口罩就是捐贈的這個活動 那在這邊還有我們的陳建仁院士 之前的副總統就是錄了一個 英文講的蠻好的一個 當然是配音的吧 但是 蠻好的 蠻好的一個 好上面的一個影片 來告訴大家說 這個要怎麼樣子 從台灣的模式來學習 所以其實這些都是 剛剛講的每一個大概都沒有 運用武力衝突的這個模型 沒有去升高一個對抗 雖然這個一開始他們募資的時候 感覺上是要反嗆回去 但是就在這個大家的就是 尊尊教會之下 這些募資的人可能一夜之間 就變成成熟的大人 好 那有一個臨時動議說 希望我講慢一點說 這個可能就是比較跟不上 其實我沒有辦法 就是我想的速度就是這樣 但是我答應你 我可以在逗套的地方 好 所以我們很高興有 這樣子的律師動議 所以我們再來一次 所以從這個我們剛剛講到的 不管是我們流星病學的 錄影的這樣子一個課程 或者是說我們的口罩圈 或者是說我們剛才在講的 在聊的 WCA之前我們辦了十四國的 這樣子一個神通論壇 都不是武力衝突的模型 而且也能夠讓大家了解到說 其實台灣不但正在幫大家忙 而且我們幫忙這個是有方法的 我們方法就是我們先解決 我們自己的問題 累積社會各界的這些創新 把這些創新寫成教案 寫成教案之後呢 任何想要用的人 我們先去用開放式的創新 意思就是說你可以拿去 然後再去修改成 你自己想用的那個方法 而不是說好像 就是一切都要就是聽台灣的 然後付不出這個授權費 我們還要就是 割讓一個港口給我們 等等這種事 我們都是不做的 我們完全是透過 開放式創新的方法 來跟世界交往 所以像這樣子一種 小型多邊關係 其實就是我們目前 國際上面努力的方式 而且呢我們的公民社會 就像剛剛講到 這些權重母子的朋友 那他們的特色就是說 他們不需要等外交部批准 也不需要對方的什麼批准 他們自己就 民間對民間的去進行了修改 進行了唱會 然後進行了活動 那他的這個活動的過程 也會累積非常多東西 像我們的口罩地圖 可能有朋友用過 現在其實台灣用的人 已經不多了 主要都是南韓的人在用 就是因為他們拿台灣的這個經驗 去說服他們那邊的就是要局 就是去把他們的庫存也公開 所以事實上南韓的朋友們 第一個用的最多的事實上 是江明宗 就是我們這邊一個台南人 開發的這樣子 一個有一大堆三角形的 那個扣照地圖的網站 那又或者說 東京都知識不捨 在推特上面 感謝我去把這個 和志漢子的題 改成繁體的題嗎 那也就是他們的公民社會 我等於是透過一個 好像也是另外一個 鄉民的角度去幫忙 那只是他們後來發現說 這個鄉民好像 就是碰巧是數位政委這樣 所以他們就馬上 在推特上面去這樣子 就是發展 那這樣的好處是 因為你事前 不需要在一個大型的多邊組織 一兩百國家的組織 去取得大家的同意 而是對於關注相同議題的這些 許多個國家 自己就在線上就開始糾團了 那這樣子的做法 其實就是我們接下來的一個做法 而我們每次做這樣子的事情 其實國際上面這些參與的 當然都認可 我們是國際認可的一個獨立的國家 在那個議題上面 也很願意跟我們去做 這個強者的關係 所以我想就是國際上面的獨立 其實就像你的那個 財務獨立一樣 就是不是說自己高興就好 而是你需要有一個 很好的一個支援系統 來確保說任何時候 你只要有一個新的想法 就會有人跟你一起 願意集資去完成它 而不是完全要換你自己的資源去完成它 所謂的得到多助 就是這個意思 有77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為什麼選擇14歲休學 我想先澄清一下 我其實沒有休學 因為我載學這件事情 是校長同意的 我是14歲的時候參加了中小學科展 中小學科展 我做的題目呢 是人工指揮會推論的那種語音機器人 所以後來我就跑去跟Siri Team一起工作 所以我小時候大概就是做這種聊天機器人的事情 那當然就得了中小學科展第一名之後 我就跟校長說 其實校長說我獲得了這個保送資格 就是我可以選隨便我想念哪個高中 就去念 其實對我是沒有什麼用 因為我在科展的過程裡面 我就認識了很多世界上的研究者 那他們都在一個網站上 這個網站到現在都還在 叫做archive.org 那其實在各種不同的學員們 現在都有他自己的archive了 那archive是什麼呢 其實就像大家可能有聽說 一個叫DKAR的網站是一樣的 就是每一個上面的學員們 其實都是一個不同的專板 一個不同的興趣嘛 那我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關心的可能是數學 可能是物理學 可能是這邊 你看這個變紫色就表示我真的要按進去 有這個運算與語言學 以及人工智慧等等 那你點進去之後就跟DKAR一樣 你就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人在這邊PO文 然後留下他的聯絡的方式 以及PO文也會打一些關鍵字等等 但是這個跟DKAR主要的差別 就是說他PO的都不是廢文 都是論文 就是每一篇文章都是 就是要發表到期刊之前 在同差審閱之前 他先丟到這個上面 讓大家來給意見 那所以就跟在DKAR上面一樣 就是討論是非常的踴躍 那但是有時候就是 你想到什麼想法 你就可以直接去搶他等等 那所以我當時14歲的時候 就一天到晚做這種事情 那從對方的角度來看 他也不知道我幾歲 也不知道我是哪一國人 他只知道我是一個email帳號 對他研究的事情有興趣 而且竟然還敢執政他的這個裡面的錯誤 所以他就一下子就很高興的 就是跟我來回的這樣比戰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就發現說不對啊 這些都是就是 就是大的人工智慧實驗室的可能主持人 或者大的教授等等 那也就是校長本來告訴我說 我一定要去念高中念大學 考個什麼GRE 然後去國外 然後念到什麼博士後 才能夠跟他們一起做研究的這些大師們 事實上整天美式都在這上面發廢文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我就跟校長說 那這樣我升學的那個動力就完全消失了 因為我現在就已經跟他們在一起做研究了 有的甚至嫌我的英文寫得不夠好 直接用漢語拼音回我 就是講中文比較快 他根本就是會好幾國語言的這種人也有 那所以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就跟校長說就是我email印出來嘛 就給他看問校長有何感想 因為當時還沒有實驗教育 我如果不去學校是要發簽的 那我校長就是北正國中都會評校長 看了這個email printout之後 大概等了一分多鐘 然後他就說 好你明天可以不用來了 這樣子 然後不是把我趕走的意思是 他會幫我去這個夾照文件 然後去騙讀學說我都有來 這樣我不會被罰款 我還可以出去創業 可以出去大學洪廳等等 那他等於幫我擔了這個政治上的風險 現在因為那個追訴期已經過了 所以我講這些事情 不然叫做始公務人員為登在不時尊 所以其實我從那個時候開始 就對那個公務體系的創新非常有信心 我覺得說有這樣子的校長 願意幫創新的制度去爭取這樣子的空間 實在是太棒了 所以其實我並不是修學 我到最後還是有拿畢業證書 但是我除了中間的那個月考有去 每次都叫白軍之外 就再也沒有去過學校 所以這個是一個所謂的就是 實驗教育的一個可能0.0版 之後才有正式的就是可以去申請的那種實驗教育 有七歲的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這陣子因為疫情的關係 對表演藝術的衝擊滿大的 許多演出都取消了 除了直播之外 還有重播 重播也對 因為他們把那個Cats 就是這個音樂劇的重播授權在YouTube上面放 然後所以我就花了就是一點時間又重新去看 還是很感動 雖然我很久以前就看了 但是中間都沒有去去捧那部音樂劇 然後再重新看還是就是覺得非常棒 但是就是不知道為什麼那個留言版的一整片 都是在罵電影 我想說浩浩地看電影音樂劇為什麼要去看電影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重播還是不能小看的 因為重播的一個特色 就像我們今天的這個演講其實是有這個 假設有錄下來或有側拍的話 那你隨時都可以回去放 那像那個可汗學院Sama Khan就是他的創辦人 就說他每次教他的就是家人這個數學 每次對方都會不耐煩 因為他講得太快了就跟我一樣 那但是他就去說 可是當他把他教的這個錄下來之後 就是他發現那個二維的可以不斷重播的那個版本的他 比他自己本人還要受歡迎 好像他的小侄子就直接跟他說 叔叔你不能有暫停鍵的功能嗎 然後他就說我沒有 但是我錄起來這個課程有 那這個其實一個暫停鍵其實就很有幫助 因為我們現在在就是社群媒體上面 其實我們很難靜下心來去把一個很長的表演完整的看完 但是如果有人分享的其中一個片段 然後把你直接就是丟到那個就是很長的可能三小時的音樂劇裡面的某一個片段的話 那因為你進來的時候已經有 不管Twitter、DK、Facebook上面 大家已經對這個有所討論 所以你是帶著研究的心情進來 那就會停的比較久 那如果是直接在手機上看到的話 其實一下子就滑掉了 所以就是說這個context 這個進入表演看表演整個脈絡 這個還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不要小看重播的力量 而且重播事實上還有另外一個好處 就是他可以改作 可以remix 就是當你重播看了足夠多次之後 就會生起一種 這個可能做得還不夠好 我也可以來混搭一下 的這樣子一種想法 好比像說就是最近那個 博恩對劉樂妍做的那種事情 可能就是重播很多次之後 才看得出來的 對那但是當然他現在又被別人混搭了 然後甚至台語那個版本還把什麼討論過台灣混搭進去 所以就是大家都充滿了創意 那所以這個也就是告訴我們說 重播的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就是他可以引發觀看的人變成共同創作者 因為如果他沒有重播的那個能力的話 他看完之後可能就寫一些心得 他並不是二創 他是進行就是事後的可能像劇品啊等等 那這個他要求的投入的時間是比較高的 但是如果你可以重播 而且可以解圖 而且可以做成動畫那個gift檔什麼的話 你只需要投入一點點的時間 就可以非常的搞笑 那這樣子的話其實對於大家 重視這個原本的素材也是非常的有幫助 所以這是混搭的就是二創這一部分 那第三個部分當然就是 我們也可以突破空間的限制 其實很多演出雖然取消了 但是我們如果 各自在就是比較安全的地方 比如說台灣啊 西蘭啊 澳洲啊 現在據說這個叫做 就是安全的島國泡泡 所以一直冒出一些新的名詞 就是我們之間互相都可以同行 然後也都沒有問題的話 那其實我們在這個中間的交流 就可以變得比較頻繁 而我們在交流的過程裡面 其實也可以讓全世界的朋友們參與 像我們在那個再次重新強調一次 就是連線品質非常好 畫質也非常好的 衛福部的那個會議室去辦 十四國論壇的時候 其實就是有點像這樣子的情況 就是大家以前可能覺得視訊會議都會抽格啊 都會這個lag啊等等 很不舒服的那種感覺 但是事實上我們現在就發現說 只要你的基礎建設做得夠好 至少聲音沒有delay的情況下 大家還是可以一定程度上 有一種共同在場的感覺 而有這個共同在場的感覺之後 大家又可以重新回到一種 就是隨時你做任何事情 都可以影響台上的這個表演者的這個感覺 就像現在大家slido一樣 就是我現在講一講 就會稍微瞄一下那個最新的留言 所以就是大家還是會覺得說 雖然大家就是只是隔著螢幕 可能只是slido留幾個言 或者像我們在WHA之前的那次會前會 可能他們只是打一些字 然後讓這個應該是就是CCC的朋友們幫忙唸出來 但他們都覺得說 他們真的是有在場的那種感覺 因為從它有一個intervention 有一個介入 到我們講的東西改變 就是到我們具體的回音 或甚至只是點個頭 它中間是沒有什麼時間的差距的 所以我覺得這種透過soundscape 透過聲音的臨場感 來達到就是大家都在同一個地方 這種感覺 其實還是可以花很多力氣去研究 尤其像現在疫情的過程裡面 大家在家裡的時間都很多 所以這種共同在場的感覺 就好比像說從聽Podcast 到你覺得Podcast 這個作者很不錯 你可以跟他jam一場表演 或什麼之類的 這個現在大家都有非常多的時間 以前其實大部分就是在城市跟城市之間 光是巡演的旅途上就會花掉很多的功夫 但是現在都不巡演了 但這個巡演的成本 你可以用來辦五場 線上的這種會議 而且也都不太需要有碳排放 而且還會覺得說 對後代子孫比較對得起等等 所以這些方式大概都是一些很具體的做法 那我覺得現在就是趁著這個疫情的時候 趁著大家就是見面戴著口罩 反正看不太清楚彼此的表情 那時候一起去試著把 就是線上的這個avatar 就是這個替身把它做得比較好 我們很感謝有位朋友說 好他知道了 非常感謝這位朋友的句題的回應 好 有請示範圍的朋友們想要問說 對這個香港的國安法 有什麼看法 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首先這應該不是這個香港的國安法 這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的國安法 它是適用到香港去 如果是香港的立法會立的國安法 反而沒有這個問題 他們就是要繞過香港立法會 去幫他們制定國安法 那當然這個其實是 我們就看到說 所謂的一國兩制的這個 範本吧 樣板吧 似乎已經是完全被綁棄了 就是其實北京也沒有很想要繼續假裝說 好像可以一國兩制一樣 他們現在就是寧可讓國外的朋友們去從香港撤退 好像新聞記者已經撤退一波了 很多就是以前香港新聞自由比台灣高的時候 其實很多台灣這邊的事情 是從香港那邊來報導出來 台灣的人才知道 我想是就是在戒嚴前後的那個事情 如果有看國際橋台社的話 可能會有知道這段歷史 但是現在是剛好調反過來 就是變成很多的國際媒體 只能在台灣發稿 但是他們報導的是香港的事情 所以當然一方面我們是理解到說 這個就是已經好像是 它不是covert 不是在底下這個 好像偷偷破壞一國兩制 它是overt 就是說它就擺定主義 只要一國一制了 那我想所有在就是地球上面 對於民主或者對於自由 覺得說這個不是一個我們可以拿來談判的東西 而是說這是我們的生活方式的朋友 當然一方面關注 那二方面我們也提供一個很好的空間 能夠讓香港的這些朋友們 實際來台灣這邊 然後繼續進行他們的工作 我覺得這是台灣它存在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意義 那我自己其實在11歲的時候 有去過德國一年 那所以我德語其實現在都已經忘光了 但是當時為什麼去那邊 是因為我爸爸在那邊做研究 他研究什麼呢 他就是八九民運的時候又到天安門 然後在那邊報導 報導的時候就認識了很多民運的領袖 那當然後來很多人都變成黑名單 也不能夠回到就是北京去了 那所以很多人都跑去了德國或法國 或這些旁邊的歐洲國家 所以我想說在德國的時候 就是我爸在做他田野調查 因為他的博士論文的題目 就是在天安門的就是學運的這個 就是通訊方式怎麼樣改變這個 這個學運的決策體系什麼之類的 那所以他的interview的這些對象 就是整天在我們家客廳去聊說 這個到底他們當時可以做什麼不一樣的決定 或者是說接下來他們還可以做什麼不一樣的事情 那他們的年紀差不多也就是你們的年紀而已 所以我自己是在這樣子的生長背景中長大了 所以我想接下來就是對香港這些還抱持著希望 而且想要持守著重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 我們也會就是給予權力的支持 所以這是具體的一個看法 有83位朋友們問說對於高雄市長 韓國瑜韓市長的一個看法 我剛才市長的互動並沒有很多 之前他剛上任的時候 我在高雄這邊 當時我們一起做一個亞太社會企業的高峰會 在高雄展覽館 那當時主要是他是派業黃石老師來致詞 然後也了解就是我們怎麼樣透過就是經濟的力量 然後去讓大家能夠 那時候我有個講法叫做利品發財 那也是香港的一個講法 其實本來是廣東話 意思就是說你要先證明給社會說 你能夠創造出怎麼樣的公共利益 好像說循環設計能夠創造環境的價值 或者是說創造社會的價值 那這樣子的話 大家認同你的理念之後 大家就很願意跟你做生意 所以不是說發財利品 就是說你先賺大錢再來想怎麼會回社會 而是利品發財 就是你想要怎麼解決社會跟環境問題 大家都相信了你的就是話術 不是相信你這一套之後 然後大家就會用群眾募資的方法來給你第一桶金 然後你就發財了 然後希望不要忘記當時群眾募資給你的任務 所以我想這個模式也是當時 不管是葉佛市長或者韓市長都很鼓勵的 那我也就是有點就是二創了他的就是口號 所以大概就是有一次唯一的一次比較具體的互動了 那其他的我跟他互動就比較不多 那所以就是我能夠貢獻的台北就是這樣子 那有七十一位朋友們問說這個科技可以如何協助推廣藝術 那剛才講的主要是網路啦就是直播重播等等 那但是要了解到說其實其實什麼都是科技 並不是只有數位的科技才是科技 就像外國的記者常常會問我說 覺得說在台灣最重要的一個防疫的科技是什麼 那我一律都回答肥皂 肥皂就是最重要的一個科技 那雖然不是數位科技 可是如果你沒有陀善的運用就是肥皂 現在大家應該都已經知道了 什麼內外加工大力碗之類的那種洗手的方式的話 其實戴口罩的用處是有限的 所以其實肥皂才是最根本的 我去520就職典禮的時候 就是每個人管理的賓客都發了一個台灣形狀的肥皂 就是我們就職典禮的紀念品 還有石子巾還有什麼酒精的噴手液 還有就是非常防疫的那種就是禮盒 那在這個也是顯示出 其實大部分的技術都是我們隨手可得的技術 它只要能夠符合我們的需要 它就是我們叫appropriate technology 就是一個恰當的一個技術 事實上甚至連我們的民主制度本身 也是一系列的社會的技術 所謂的social technology 像slido這種就是大家現在提醒我 這個沒有戴口罩的提醒 它也是一種社會技術 它能夠就是分享議程設定權給所有人 所以我現在就只好把我整個今天早上 從超商 從3.0這個MMI的口罩之後拿出來 然後就戴上 好 OK 對 非常感謝這位朋友的提醒 不過其實就是像這種social technology 其實是比口罩本身可能還要重要 因為很多朋友們會知道說 在很多國家其實自己縫口罩 自己拿體鞋去做個布口罩等等 並不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但是在這些地方 它還是很難有戴口罩的文化 那為什麼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沒有辦法 像剛剛我們透過這種social technology 去提醒彼此說 你沒戴口罩喔 那這個其實是真的很重要 像我之前在全家便利商店跟我阿嬤 就是大概87歲 跟她的一個年輕朋友 一位羊奶奶 77歲 在那邊測試這個口罩3.0的 這個虛構的流程的時候 當時我手上有戴口罩 我是把它拿下來 然後這個店長在旁邊 這個拍了一張我們的合照 然後我事實上是站在羊奶奶的背後 那大概一公尺左右的距離 那在室內 就不到1.5公尺 然後真的底下那個照片一出來 底下一片鄉民就說 這個唐鳳怎麼可以不保護自己的身體 怎麼可以不戴口罩 什麼之類之類 這個還是戴上口罩比較安全等等 那我知道每一則在底下都留言說 其實我口罩就放在右邊的口袋 或者是拿下來拍照這樣 那但是這個就讓我有一個啟發 就是說其實在我們這邊 口罩主要是拿來當作 保護自己的一個象徵 就是我戴的這個表示說 第一個 我不會任意的去碰我的臉部 確實 那第二個 我會有良好的洗手習慣 那這兩個這個social signal 就是告訴旁邊的人說 我有這樣子的好習慣 就好像讓我能夠有 比較好的社會地位去提醒 所有房間裡面 沒有戴口罩的人說 你也要注意自己的健康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就算只有房間裡面 一小部分的人要戴口罩 他也可以透過這種話術 很成功的讓大部分的人都 對好像我應該保護自己的健康 然後戴上這樣子的口罩 所以這個呢 就比我們其他的話術要有用很多 好比像說如果說 戴口罩主要是保護別人 你要尊重我啊 你要戴上口罩啊等等 那這個就比較無效 這個就讓房間裡面 大部分人都戴口罩的時候 才能夠對少部分人 施加這種社會壓力 所以我剛剛講的意思就是說 除了我們有這樣子的藝術之外 另外一個重點就是說 如果我們沒有一個 夠好的social script 就是讓大家在社會 就是互相協助的過程裡面 大家都可以信守年來這麼一句的話 那其實它也沒有辦法變成一個新的好的一個文化 所以我也會很就是推薦大家就是多觀察一下 日常生活中就是有哪些你這樣子 可以就是稍微有一句對話 稍微有一句梗塗等等的這樣的做法 就可以提醒大家去做到一個 就是彼此互相照顧的這個情況 這個實際上也是我們台灣模式輸出的重點之一 這個就是social technology 那這種做法就是新的留言的做法 新的講話的話術新的什麼這些 我覺得它讓社會組織的創新的程度 不亞於數位的科技 而且說不定比數位科技還要更加的根本 所以就是大家也可以想一想 用怎麼樣的方法就是來推廣藝術 那後來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每一次的這樣子 一種在社交上面的叫做巧推 這個nudge 本身其實就是一種應用表演藝術 這個可以多往這個方向上 有79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請問對於表演藝術的科系啊 禁止招生啊有什麼看法 那有這種事情嗎 有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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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總量管制嘛 總量管制嘛 總量管制 對 我沒有什麼看法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是中籌生 然後我就跑去大學旁聽了 我去大學旁聽的時候 從來沒有人管什麼總量管制 就是 我去那邊基本上就是延續我在網路上面 就是隨便會就是亂入 讓我習慣 所以我就是看附近有哪一些教授在開課 那個課的名稱 我就有興趣 我就進去 進去就聽聽了就隨便亂講 那老師如果覺得這個我打擾他的課堂 我下次就不去了 所以後來就是我去的地方大概都是很鼓勵這種課堂互動的老師 那這些老師其實自己本身對那個學問都很有興趣 所以其實也不會在意說多一個人 反正他也不欠我 我也不欠他 我們就是一起在做某些就是工作 就是不管是研究工作或者是實踐的工作 所以第一個我沒有什麼看法 因為我對高教一無所知啊 然後這是一件事 那第二件事情是說 可是後來我就發現說 其實這樣子反而可以變成我們叫做實踐社群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就是說我們是想要解決某個社會問題 我們想要搞懂某件事情 所以我們才集合在一起 那網路就是讓我們能夠找到彼此的一個方法 所以裡面有些人他碰巧身份是教授 有些人碰巧身份可能還是校長呢 那但是這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每個人手上可以提供怎麼樣的資源 然後讓大家一起共同學習 那這樣的話大概也比較不會碰到 就是總案管制的問題 因為你不管是哪一個科系的朋友們 都可以透過這樣子共同學習的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一起去完成一個表演 一個演出 一個介入 或者一個藝術季 或者一些這樣子的活動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子 我如果不懂的時候 我就會很大方地承認我不懂 像高教就是我不懂的東西之一 有其實幾位朋友們問說 對於婚姻品權呢 台灣出現兩極的看法 請問我的看法是怎樣 這種兩極的現象和許多抨擊的聲音 請問如果有效解決 或讓事情更圓滿一點 那第一個是說 我想我們在台灣 有一個社會創新 叫做結婚不結音 那現在就是結婚不結音滿周年 那大家的感覺都 就是比一年前要稍微好一點 那當時其實是很有意思 因為在兩個公投以及就是大法官實現之後 他的求解範圍已經非常非常的有限了 那一方面呢 你要能夠尊重就是所有人 如果要就是結婚的話 他們的就是從2007年以後 我們從儀式婚改成登記婚以後 登記下去所發生的效力 甚至包含就是所有相關的法規命令 甚至不是法規命令 只是線上系統 比如說總統府要祝賀這個什麼新人的那個系統 就要把新郎新娘改成新人新人等等 這些地方都要進行盤點 那這個是所謂權力跟義務都要就是一樣 這個部分是所謂的平權 那但是婚姻的那個因呢 其實就不是人跟人兩個人中間的事情 而是家族跟家族中間的事情 那在台灣也有很多的長輩 他習慣的 因為他自己當年結婚的時候是儀式婚 並不是等級婚 他並沒有覺得說 結婚是兩個人去護政事務所 有兩個公正人就辦好的事情 他覺得是要有非常多的社會的儀式 因為這象徵著兩個家族的結合 什麼都沒有於處理等等的這些事情 那現在就是這兩個 就是對於長輩跟晚輩 嚴格來講對於2007年以前跟2007年以後結婚的 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大家在公投的那個投票庭裡面 就是為什麼會停那麼久 然後後面排那麼多隊 大概就是大家再回想自己 就是結婚的定義到底是什麼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說 其實這兩個都對啊 就是如果我們用一種結婚不結婚的概念去處理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確保說 就是同婚的朋友們 他享有完全從2007年以後 一樣的這個權利跟義務 可是2007年以前的那個 兩個家族之間的這些 民法裡面的這些就是親屬的這些東西 他不需要被重新定義 也不需要去進行更改 所以就等於同時滿足了 兩邊其實都是很在意婚姻的價值 只是他們去公投的時候 其實腦裡想的是完全不同的圖景 就是一個能值 但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所值 就是這樣子的概念 所以我想就是我們後來 在性別主流化的這個工作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就是說 要每一個公務員 從2007年開始 剛好也是登記婚開始的那一年 這兩個也不知道有沒有關係 就必須要就是去在他們的工作裡面 去做這個叫做性別重要指標的資料庫 也就是說每一個就是我們的法案 每一個我們的中長生計畫 每年的200多個都必須要提出它的改變理論 然後告訴所有的性評委員說 這到底會怎麼樣更改我們的就是性別的偏見啊 或者是性別的敏感度啊或等等 那這個性評會雖然有17個不會受傷 但是裡面有18個民間委員 意思就是說如果投票的話是民間的人贏啊 那這樣子的一個設計 就確保說所有的部位 不管你在做的事像這個勞工政策 或者是金管會金融政策或什麼之類 本來看起來跟這個就是性別其實應該完全無關的 那他們也會就是考慮到各種不同的 就是性少數或者是LGBTQ等等的這些評估 因為他們如果這個政策的分析沒有做好 沒有扣合到足夠多的這種國際的就是公約的話 那性評的委員就會把他們發回重謝 所以這樣子執行12年下來 就是讓我們的公務同仁都非常的具有性別敏感的這種意識 所以只要公投的跟大法院事情的結果一出來 大家馬上就得到這個求解範圍 然後就提出了這個結婚不結印的這個概念 那這個概念我覺得在接下來的幾年也是我們往特別是東亞的地方 就是可以輸出的這樣子一種概念 因為在日本也好在泰國也好在韓國也好 有很多的朋友都說原來有這一套 有這一套我們早知道就創意這個 那這樣子就是讓事情更圓滿一點的一個很具體的一個做法 就是雙方都不是好像在中間去妥協 而是說去了解到我們指的是不同的事情 然後這兩件事情其實都可以去照顧到 那有七位朋友們想要問說是怎麼熬過童年被霸凌的陰影 以及選擇快性別身份這個決定考慮了多久 其實童年被霸凌的陰影大概就是八歲那一年 大概半年就已經就是沒事了 那我當時主要的困難是說 好比想說你現在假設十八歲左右或十九歲 你如果把就是你自己這個有一天醒來 發現自己變成一個八歲小孩 然後被迫必須要去讀小學二年級 你也會碰到我當年那種困擾 就是你的社會化程度 旁邊的同學的社會化程度就是有很大的落差 然後那對方其實說真的也不是personal 就是並不是針對我 而是說他有很多的那個成就的壓力啊 他的長輩這個家住在他身上 而且他的自信是建立在一些很不牢固的東西 好比像說名次啊這種事情上面 那其實名次在我看起來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就是如果你一直考班上考第二名 然後有一天第一名轉走了 那你就變成第一名了 可是這個跟你到底有什麼關係 是完全空虛的一個東西啊 那所以如果自己的自信是建立在這種上面 就隨時都會覺得是別人可能對你有所威脅 那所以我當時就是在那種 很莫名其妙的情況下面被霸凌 所以我霸凌之後當然就休學 然後就看了很多兒童心理學的書 試著去搞清楚說他們在幹嘛 去了解到說原來他們腦裡是這樣子想的 雖然是我難以就是一開始難以體會 但是後來看一看就發現說 原來是這樣子 原來是這個成就取向的意識教育啊 什麼之類之類啊等等這些事情 所以這樣子的話在這種就是強烈的 就是從長輩而來 從社會環境 從期待而來 這樣子的一種就是很不舒服的感覺裡面 才會去讓這個小孩有一種感覺 就是說他要做一件大事 讓大家正正來看到他 然後再去做這種霸凌的行為 所以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想對我來講 其實只要把這種不舒服的感覺 化成好奇心 其實一下子就可以走出來了 那等到你了解之後 大概也就不會有所謂的陰影啊 那快性別身份 倒不是我特別去做選擇 我天生就這樣 就是因為我大概二十幾歲的時候 有測過我的那個testestrum level 就是搞不同的濃度啊 那他其實就是當時測的醫生是跟我說 你這個濃度就大概跟八十歲左右的男生是一樣的 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就是第一次青春期的時候 也沒有很充分的發育 因為就天生的狀況就是 我的搞不同的濃度是介於二十歲的男生 二十歲的女生中間的某個濃度 所以其實就是第一次青春期就好像過一半這樣 那到我二十幾歲的時候 當然我又過了第二次青春期呢 這次是用荷爾蒙替代療法 那當然也沒有說就是過到底完 大概也只花了兩三年的時間 所以可以說兩次青春期 我都是潛藏即止的這樣一種體驗 那所以也不是我選擇就是我一出生就是這樣子 那當然這也有個好處就是說 我不會腦裡覺得說一半的人跟我不一樣 我會覺得說大家都跟我不一樣 不是 大家都跟我有這個經驗上有一些寵叠的地方 那所以不會覺得說在腦裡面就自動的把人分成二元對立的兩群 那我覺得這對我從事後來從事政治工作也是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我到一個會場 然後大家就是非常這個敵我分明的時候 我就會我的習慣就是選美一邊站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跨性別的身份對於選美一邊站 是非常有好處的 所以也不太需要做考慮 有七十八位朋友問說這個 請問我是不是真的能夠控制別人的腦波 非常好一個問題 那個是伯恩的說事論文 我要再強調一次那是伯恩的說事論文 他的做法這個我到現在還是沒有完全了解 但是跟斑馬魚有一些關係 但是我是沒有這方面很能力的 就是第一個腦身經科學 並不是會研究的這個專業 那我覺得不過這已經變成一個梗了 就是說所謂被唐鳳凰之腦波 可能他這個唐鳳這兩個字已經跟我這個作者 跟我這個人已經沒有關係 我已經變成作品的名稱了 就像有一個攝影師叫姜凱偉 拍了一系列我的梗圖 然後被很多小編大量的運用 那其實大家給那個credit的時候 那個作者是攝影師嗎 是姜凱偉 然後那個唐鳳 那個是作品名稱 素材鋪而已喔 好 OK 那有一個朋友有一個追問喔 問政府都是怎麼洗腦人民喔 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我們洗腦人民的方法就是用很可愛的風格喔 對 這隻叫總裁 總裁 我們室內要保持三隻總裁的距離 室內要保持兩隻總裁的距離喔 不能夠像總裁這樣子 就是大河前部 眼珠口鼻喔 防疫期間眼鏡持手手 要肥皂清洗手 然後要記得去這個 預購交費喔 好 那這就是我們洗腦人民的方法 有沒有覺得就是很恐怖 沒有辦法 那這隻總裁 他事實上真的是我們衛福部的小編 有時候我們開放政府聯絡人 家裡的狗 所以他家就住在衛福部的那個大樓旁邊 大概走路可能十分鐘 所以每次記者會玩 他需要一個新的梗 他就回家趕快幫他的狗狗拍照 他就多了一張梗圖可以用 不像海巡樹還要付授權費喔 他都不需要付授權費 只要多買一些罐頭就好 所以這個是我們洗腦人民的方法 也歡迎大家加入 那有71位朋友們問說 對於台灣的教育體系 有沒有什麼看法 以及有沒有什麼建議 我想我自己在入閣之前的工作 就是12年國教科發會的科生發展委員 所以我對國教階段的建議 大概都凝聚在我們的 就是去年已經上路的新科綱裡面 那新科綱簡單的來講 就是我們希望終身學習變成一個常態 而不是說好像我們只是 在學校到某個程度就要出社會 然後就不回學校這種線性的邏輯 就好像學校是 就是業界的人才的養成所的這種想法 我們希望慢慢的可以把它轉換成 變成就是學校是大家都可以又回來的地方 所以不管你的年紀是怎麼樣 只要你還想要一起做點事情 一起學點東西 那你就可以回到這個學校 那從小學一路到高中 我們希望就是大家不是 老師說什麼你就學什麼 或老師對什麼有興趣你就學什麼 因為很可能就是老師有興趣的那個東西 12年以後就已經沒有人感興趣了 所以因為學門本身都改變得太快 所以我們現在反而是希望老師 能夠少教學生一些東西 然後多讓學生去引發他們的興趣 然後就像我們說 你就是不要輸在起跑點上最好的方法 就是你在起跑點 你就知道你想要解決什麼社會問題 你就轉身往那個方向跑 因為你的同學都沒有人跑那個方向 所以你就贏在起跑點上 而且你會一直贏 因為沒有人跑那個方向 就是直接一轉身就贏了 這個如果有就是看過 就是某些科幻電影的話 都還可以了解那個概念 所以我想這樣子的做法 就是讓剛剛講的實踐社群 就是從各方各面對 解決這個問題感興趣的人 能夠聚集起來 那不管你本來所在的班級 不管你本來所在的社區 是怎麼樣的情況 你在這邊學到的東西 都可以回過頭來去貢獻 你本來的社區 那這個就是我們就是所謂的 problem based learning 就是你有想要解決的問題 才有學習的動力的這樣一種 學習的方法 我想是接下來台灣在國家階段 雖然我們要花六年了 慢慢的把這種新科剛的精神 自發活動功耗去安裝下去 但是我是覺得這是很容易的 因為我們就要改那個大考中心 其實像這次會考的提醒 就已經越來越素養到向了 所以大家就發覺說 你如果只是死背 或者只是很會計算 或者就是做一些 傳統上重複式的技能的 備考的方法 其實到最後就發現 這樣子反而考不上 那只要大家過一兩年 慢慢越來越發現說 我們命題方向真的都改變 而且我們的考招 也都有所改變的話 其實現在的父母 尤其小學生的父母 大概也都是9月後的一代 大概也不會去那麼去要求 小孩說一定要用這種線性的方式去進行學習 所以我想終身學習 跨世代的共同學習 跨領域 跨文化等等 大概就是我們做新科剛的精神 也很高興說 這已經變成了我們目前的科剛 那有七十一位朋友們問說 台灣要如何得到更多的國際的認同 非常好的問題 我想最好的方式就是 我們去推廣這種 Also Taiwanese Alpine Taiwanese 就是Somewhat Taiwanese 就是我們就是讓人變成 一部分的認同的台灣人 你不需要真的在這邊住個五年 有疏勳於我國者 然後規劃變成我們雙重國際的持有人 雖然這種人多一點也很棒 但是我想大部分 還是不用那個力氣做這件事情了 但是他只要看到我們的一個梗 好像剛剛的那個台灣Can't Help.us 裡面就有非常多這樣子的梗 當時阿滴去找了非常多的YouTuber 那每一個看了台灣的這樣子 就是對國際的幫助等等也都非常的感動 而且他們就是至少台灣No.1 這個一定可以記得的 所以他們以後到他們的各種社群 甚至在網路上面打遊戲的時候 都會莫名其妙要冒出這種梗 那所以就是我們越有這樣子的梗 然後越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不是只喝珍珠奶茶 我們也能夠Appreciate 從印度的到泰國的到香港的到日本的 各種各樣子的不同的奶茶的這個形態 那我們就可以在網路上面有一個想像的共同體 那這個想像的共同體 雖然它只是一個字 比如說HashtagMultiAlliance奶茶蜂蜂 但是其實它的力量不下於我們傳統上面 外交的雙邊或者小型多邊的這種農約 因為對所有人來講這個都是他自己的 他一旦用過這個Hashtag 他就會繼續去用這個Hashtag 然後就會有非常非常多的梗出來 那大家在參與的過程裡面都會覺得說 我更加認識台灣更加認同台灣 而且我還不用放棄掉我本來的認同 因為我是把我的認同跟台灣這邊的認同 加在一起透過可能奶茶 或者透過珍珠或者什麼別的東西 去把它連在一起 那連在一起之後 我們就變成一個更強大的一個共同體 那這個就是我一直在強調的就是Transculturalism 就是跨文化的這個行動 就是我不需要放棄掉我本來生長的文化 但是我用我新學到這個台灣文化 來瞭解我自己 那這個我覺得就是比傳統上面 所謂他身分上面 或者他戶籍國籍上面的這個認同 還要來得更重要 台灣可能之後就會變成一種理念 就是這種跨文化的共同創作這種理念 有六十位朋友們問說 如果發現體制出現問題的話 要選擇衝撞還是順從 那我想只有小孩子才做選擇了 大家都是大人 所以兩個都要 就是你要用一種這個 就是邊衝撞邊順從的這個態度 去執行你的改變的理論 那這個是很重要的 就是說因為如果你不去尊重這個體制 就是他所使用的邏輯或者語言的話 那其實你很難將這個體制真的理解到說 他本身有需要改變的地方 但是反過來講 如果你不指出說這個體制有一些地方 他真的做得不好 他真的可以做得更好 那這樣子的話 他也沒有改變的動力 那到最後你就完全被他所吞沒了 所以我通常自己的做法 就是有一個人叫Buck Mr. Fuller 他說你要就是改變一個舊有的系統 最好的方法並不是去挑戰它 而是說你做一個新的東西 然後讓舊的東西就自然凋零 那這個自然凋零的這個概念 其實就是衝撞跟順從這兩個的一個綜合 就是一方面你看起來好像順從它 因為你沒有去就是正面的把它拆掉 但是你在它旁邊弄一個 就是事實上更能解決問題的東西 那這樣子的話就是大家都發現說 你的方法真的比較有用 就連本來的體制裡的朋友也覺得 這個新的方法真的比較有用 所以你達到了衝撞的結果 但是你的姿態可以是一個順從的姿態 那這個順從的姿態 你順從的其實不是本來那個體制 你不是去就是崇拜摩拜那個體制 你順從的是那個體制裡面的人 本來的那些傾向 就是說如果那些人本來就覺得說 那我就是應該要這麼怎麼樣過生活 那你不需要硬要改變他們過生活的方法 就像我去說服我阿嬤跟他的朋友 就是拿著健保卡 那他們本來去藥局排隊嘛 然後排了很長的隊 而且都有一些怨言 那我就說那你只要去就是超商 那你還是拿健保卡 而且做法都完全一模一樣 那唯一的差別只是說你面對的就不是 要是而是一台Kiosk 但是這個Kiosk 你只要按兩兩三下 其實它也沒有那麼困難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它就會有很多轉錢上面的不適應 好比像說一開始我們在預購的時候 不是到櫃台結帳 本來有一個版本是可能要去ATM轉帳 那但是老人家就告訴我說 ATM就是詐騙才會用的東西 他們絕對不會套出他們的提款卡 或者是任何卡 走到ATM那台機器上面 因為它已經有一個很強烈的聯想 就是ATM就是詐騙 那所以後來我們就覺得說 那很好嘛 那面上櫃台它其實也可以刷悠悠卡 有老人卡 老人卡也是一種悠悠卡 那或者是行動支付或之類 所以後來我們就把那個動線去重新設計 所以這個看起來好像是我對長輩的順從 但事實上只是我確保說 他能夠用他自己比較舒服的方式 來運用這個其實還滿新的一個 新的抵制或者新的制度 那所以他的參與的程度越大 我們就越不需要去好像洗腦他們 那但是呢 如果他們參與程度到一個就是限界 就是超過一個程度之後 他們就變成設計師了 你也不用做很多事情 你就在那邊收割分 就是在那邊增幅 增幅大家的這些新的創新就可以了 那其實這是我們在社會學上面 叫做empowerment 就是說你一開始做出一點點事情 但是就像石頭湯一樣 可能不是很好 那然後你就歡迎大家來罵 那每一個罵的人 你都邀請他來進廚房 一起炒湯吃 就是不是會炒的湯吃 是會炒的炒湯吃 火部的炒 或是火部的炒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你除了一開始點那個火之外 你什麼別的都不用做 你接下來做 就是不斷去增幅社會上面這些 對這個制度有意見 但是他可以提出更好的想法的人 那簡單講就是你為你來嘛 當然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就說你一開始這樣 有這樣子一個很明確的一個標的 然後接下來就說 你看不順也很好啊 你為你來 那這樣子的話其實衝撞跟順從 就是二分法就不再適用 因為所有衝撞進來的人 忽然之間都變成你的夥伴 那所有你的這些夥伴 也通常都會有 再去帶他們本來的這些社群 然後去加入你這個力量 那這樣的話 雖然他有衝撞 但是就不是敵對性的這個衝撞 而是比較像是菲律賓海板塊 跟這個歐亞大陸板塊 在台灣這邊的那種 讓玉山每年都升高三公分的那種衝撞 就是一種建設性的一種衝撞 有67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聰明是一種天賦 善良是一種選擇 那委員經歷了這個二學的遭遇 也創意了公司 錢也可以轉過也可以好好過日子 想請問老師是因為什麼原因 讓我想要去當立委為台灣做事呢 我想這個我要先澄清我沒有當立委 我當的是政委 政委跟立委是不太一樣的概念 是不同的直系 我也沒有要二轉的意思 那一方面就是 就是如果是立法委員的話 他其實不管是不分區 就是由黨來提名 或者是分區就是由人民來選出 他大概都是所謂的代議士 就是他代替那些托付給他的黨員 或者是選民來提出一些訴求 但是我的工作並不是代替大家說話 我的工作是幫大家說的話能夠增幅 讓大家都能夠聽到 也就是說代議士做的是 就是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就是他代表你說話 那我做的是representational democracy 就是我讓你所做出來的貢獻 能夠再現到各種各樣不同的場域上面 但那還是你自己 而且是你自己講的話 我所做的事情就是把傳統上面 可能每四年才能投票一次 變成你每天每天都可以參與 那像在我們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 我們就有非常多這樣子re-presentation 就是有非常多的朋友們提出很多有創意的案例 這個因為我是沒有說過 我不知道現在行政院 目前 好目前最新的是開放醫療費用大嗎 這個真的不是說過的 或者勞動節應該放假一天 或者廢除區間廁所提高對於動物業上的責罰 制定中小學志工規則 這個就是對特定的 就是會來中小學教一些 就是在性別平等上面 可能有一些問題的朋友們的 這樣子一種回應 所以我們基本上只要看這些 最新的連署跟最新的回應 尤其是我們如果是 把這個副意數一千以上的 按上去的話 大概就可以看到大家 就是目前最關心的東西 那這些在這裡面 大概到五千票的這個提案 就跟立委的提案是一樣的 但是這些都不是我的提案 這些是我建設這樣子一套系統 確保說大家到五千票的時候 五千個人連署的時候 就可以獲得跟立委的提案 或甚至主決椅一樣的這個強度 然後讓相關的部會首長出來 然後一一的去跟大家恢復 那有的時候其實就是立委也會在這邊 不管有沒有成案 他們也會收割過去變成他們的這個體案 那我覺得這都是很好的 因為我們在網路上面 本來就是讓倡議者能夠有更多發聲的管道 所以我們也並不是很在意說立委覺得說 這個是他們質詢的政績等等 所以我想我的原因很簡單 就是說當時在2014年的時候 318的運動的時候 我有幫助當時的佔領者去把他們 就是五十萬人在街上 更多人在線上的這樣子一種 感覺上就是一種很爆炸性的空間 把它想辦法透過網路的技術 能夠收攏成當時的佔領者的這個四大訴求 權益不可 那這四大訴求其實到最後都被立法院長同意了 那是一次成功的佔領 那也是讓台灣看到說 原來我們只要充分的運用直播技術跟重播技術 就可以去讓五十萬人 經過二十二年的具體討論 在沒有什麼太多暴力的情況之下 能夠形成共同的訴求 而且能夠達到一個就是就事論事 對於就是CSSDA 就是符號協議的一個討論 所以我想我參與那次運動是主要的原因 因為那次運動之後 所有的就是相關的中央部會的朋友 都很想要學習這樣子一套新的社會技術 那所以我們當時都被找去當內閣的顧問 所以我從2014年就是當內閣的專員顧問 那當了大概快兩年 所以這個見習生專政嘛 然後就在同樣的一個辦公室 那就擔任政務委員的工作 大概是這個原因 那這個其實是剛剛已經有回答過的 那我這邊也在這個就是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其實現在不管是在 剛剛講到的公共衛生上面的資訊技術上面 傳統的農耕 就是農業改良的技術上面 或者是其他的人道救援的方面 其實我們在世界上本來就是很多人知道 我們也記得我們 那我覺得這個倒不是大家最 就是怎麼講 不是需要有危機感的地方 因為說真的現在這個品牌已經相當響亮了 我覺得更重要的事情是說 我們有沒有可能透過剛剛講的這些共同認同 比方說在加入奶茶聯盟的過程裡面 除了就是讓更多泰國人跟現在印度人來支持台灣之外 你有沒有透過這樣子的機會去更了解 泰國的文化跟印度的文化 如果我們這邊的人都可以就是有兩三種不同的文化 從這種跨文化的角度來看我們自己的話 那我們自己這邊的文化就會更加的豐富 那其實就像我們國家語言發展法通過之後 我們現在其實有二十多種的國家語言 每一個固有族群都有他自己的語言 他自己的文化 你也很容易的可以做到內移民 然後去某一個原住民族 或者是一個不同的固有族群或新住民的地方 然後去學習從他的角度來看台灣 那我自己比較會鼓勵的就是說 我們除了說就是聲明遠過之外 也更多的就是去吸納這些新的文化 可能很快就會有一批講這個就是 就是廣東話的就是香港願意的人來台灣 變成我們新的新住民了嘛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我們就會需要我們的多文化 廣文化這種涵容性能夠更強 而不會覺得說好像一定要定於一尊啊 只有一種博語啊什麼之類的 這樣子一種想法 我們越快擺脫這樣的想法 成為一個真正跨文化的國家 我們就越快能夠去在這樣子的 多方的交流裡面去壯大我們自己的文化 所以我覺得這個除了世界認同之外 認同世界也是非常重要的 有六十二位朋友們問說 請問為什麼會願意到樹的科技大學為我們做演講 因為這是西學會的邀約 那我的工作之一就是叫青年參與 所以只要是西學會 學生會或其他自治團體的邀約 所以我應該還沒有拒絕過 我在高雄的每一所大學都做過演講 這邊應該是第二次來 所以我想就是很歡迎就是盡量就是邀請我吧 因為我的青年參與的這個工作的方式 就是這樣子巡迴全台灣 然後去確保說大家關心的事情 我第一時間能夠收到 那如果就是大家關心的事情 我一下子打不出來 像剛剛講的那個高教的那個問題 我就會回去去問教育部這個 就是一個住在我們辦公室的就是派 就是派來這邊的這位朋友叫做邵雲 他是青年所的朋友 我們辦公室比較特別啦 就是我們是所有自願用這一套 就是完全開放的方式工作的朋友 都可以自願的過來 但是因為當時就是想要來我們辦公室的朋友 有點太多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定了一個規矩說 每一個部會只能派一個人來 那所以我們目前人數比不多 因為我們也只有32個中央部會 所以也不能超過32人 那所以但是就是大家都可以看到說 其實這些公務員看起來都很歡樂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並不是我們傳統上面 就是想像中公務員的樣子 對 所以這個故事就告訴我們說 其實在我們公務體系裡面 有存在多 非常多的 像這位其實是一個國道警察 這個看不出來吧 是內政部拍出我們這邊的成員 所以就是整個體制裡面都充滿著想要 對這個體制去進行創新的朋友 那我們就是讓這些朋友 有一個共同工作的地方 然後每一次就是各位青年朋友們 為我們指出一個新的方向 或者我們舊的方向有什麼問題的話 那我就會帶來區分他們討論 那這個就是我們去實踐青年參與的一個具體的做法 所以演講不是只是我講 也是透過像大家的slido 其實雖然我回答不完 但是我每一個都會看過 那所以回去之後 如果有一些具體我們可以改善 我就會帶回去去改善 所以也是一個雙向的一個交流 有62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當今疫情的關係 台灣國際地位有些微的提升 對每年余生也只剩三公分 慢慢來 但對岸 這邊講的應該不是太平洋的對岸 對岸不斷阻止我國際地位 太平洋對岸還不錯 那想問我不知道 是否趁著這一間國際地位的風潮 持續恐怖出台灣的國際的證明 而不是被矮化的這個中國台北確實 我想這個確實是這樣子 但我們現在所有的這些hashtag 台灣CanHelp 台灣Self Bank 台灣No.1 是我們弄的 是民間弄的 然後還有就是 包含我們剛剛講的WHA之前 這個小型多邊會議 大概都沒有用 中國台北的這個講法 那主要的原因 也是因為它就是 你要成為一個會很潮的hashtag 中國台北的那個英傑的數量太多了 所以而且也很容易打錯 所以我們是不會使用的 我們就直接講台灣CanHelp 那個很難打錯 對 所以大概的想法就是說 我們如果現在在國際上面 不是去追求那種就是200個會員國的那種國際組織 而是專注在大概14個到40個到最多70個左右的成員國 那每一個都是跟我們理念比較相近的國家的話 那現在加入其實就剛剛好 剛好是時機 而且也大概都沒有碰到太多的困難 主要的困難都發生在就是100多塊200個會員國的那種組織 因為那種組織一投票起來那我們就會輸 那但是如果是14國就是到大概六七十國 跟我們理念比較相近的投票我們總是贏 所以這個是很大的一個不同 所以我想我們往小心多邊關係 往具體的貢獻 而且是在永續發展目標的這個框架底下 也讓就是中華民共和國政府找不到見口 我覺得這個是很好的一個方向 我們接下來也會往這樣子的方向去行動 有64位朋友們問說這個抄襲跟致敬的差異跟看法 我想抄襲就是你本身沒有提出什麼貢獻 那致敬就是你有提出貢獻 對我來講就是這麼簡單 那如果致敬的對象覺得你的貢獻就是他不喜歡 這並不影響你這是致敬而不是抄襲 甚至有的致敬是到完全相反的方向等等 那也是很常見的 但我的意思是說因為致敬是你有自己的創作理念 那這個創作裡面你只是運用本來人家的創作來當作素材 但是抄襲的話是你的創作理念也是跟著他走 而且其實你在裡面並沒有什麼太多 可以對那個原作者有所貢獻的 所以如果你讓那個原作者很高興 就說你這樣子貢獻的角度我從來沒想過 或是那個原作者很不高興 結果你這種角度我從來沒想過 那對之類的那這兩個都是致敬 那但是如果原作者看了就是覺得他其實就是抄襲嘛 他沒有什麼感覺 那這樣的話反而就比較像是抄襲 這是我的一個想法 有六十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所以說,你會說在這個好萊塢的影片裡面 對於這個電腦的電腦 我覺得在這個好萊塢的描繪 覺得怎麼樣 那我的回答就是說 我覺得在很多好萊塢的電影裡面 其實它就是一個大型的計算機而已 它其實就是把大家對於 好比像說以前對於神靈啊 或者是對於什麼這個救世主 其實從希臘時代就有什麼機械獎神啊 什麼之類的這些就是元素 然後它就是套上一個計算機的外殼 然後就讓電腦去扮演它 那從一個就是程式設計的工作者的角度來看 其實電腦它是心靈的腳踏車 就是所謂bicycle of the mind 它能夠讓你每一次想事情的時候 讓你的思路想一步 它可以幫你跨出更遠 可是想的那個方向 以及那個就是煞車跟這個握把 還是牢牢的在這個創作者的手上 那如果有這樣子的描繪的話 其實在電影裡就沒那麼酷了 所以也可以理解到電腦 很少被就是這樣子的方式描繪 但這是事實上我們資訊 就是工作者對電腦的看法 其實是它是心靈的腳踏車 主要還是靠你自己去拖展你的思路 跟你的視野 所以希望有回到這位臨時動議的朋友們 說可不可以用中文回應 當然是可以啊 有58位朋友們問說 美國目前跟中國的關係緊張 是不是有可能兩者斷交 這個應該是那兩個國家的公務員回答 不是我們台灣的公務員回答的一個問題 那或是未來美國是不是有可能 跟台灣再次建交 還是台灣至始至終都只是一個條件 存在於中國跟其他國家之間 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其實建交是很有意思的一個看法 就是說我們在傳統上面的外交關係裡面 所謂的彼此承認 它其實是有點像是那個 剛剛講那個結婚跟結陰 這兩個就是完全綁在一起的看法 就是除了什麼互相承認之外 還有很多就是對於主權的 對於領土的 對於人民的 對於什麼聲索的 什麼之類之類 就是說如果我覺得某個地方是我的領土 那你跟我建交的時候 你要承認那個地方是我的領土 雖然我也自己其實不太覺得 那你不是我的領土等等這些事情 都要一併考慮在裡面 那所以這個其實在外交上面 這麼一整包是比較難推行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我們現在在跟美國的關係上面 大概就是採取剛剛講的那個 當時那個施刑法 有人把它叫什麼超連結法案 對不對 就是採取超連結法案的那個方法 什麼叫超連結法案呢 就是你把民法裡面 所有跟這個結婚有關係的這個義務跟權利 統統都抄到這部型的法案裡面 然後你就是一直用 准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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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字 就可以准用全部的東西 那但是裡面有一些 你覺得不太好 不太適用的地方 好比像說可以因為什麼 什麼對方不能人道而離婚呢 什麼之類的 那你就不要演那個超連結嘛 你就不要把它放到這部專法裡面來 所以這部專法大概就是結婚的 就是比較能夠執行的部分 大概就放到這裡 那至於剛剛講的結姻的 就是家族跟家族之間的關係 當然是完全沒有hyperlink過來 所以它就變成一種 絕對是結婚 但是跟傳訪婚又不一樣的一種新的版本 那所謂專法有於民法 就是這樣子來的 那但是像我們 好比像說AIT的這個處長 那它其實也是有一個專門的超連結 說它的這個什麼身分啊 待遇啊 地位啊 什麼比照大使 所以這個是一個就是准用的這樣一個概念 那其實之前的啊 什麼台北法案啊 什麼相關的法案 其實我們就看到越來越多 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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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的語句就開始出現在 他們的對台關係裡面 所以到最後就會變成是說 它其實整部台灣關係法 當然就是這樣子的精神 就是說它雖然不建交 但是你准用的程度到最後 好像比建交的那個就是實際的實質上面還要大 但是它還是到最後不把它講成建交 那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不想要觸碰那個反反列法 這個我們也了解 對 那所以我想這種實質的建交 然後在這個概念裡面去做出一種新的這種模式 那這種模式其實也是可以輸出的 所以我們也可以去請其他的就是理念相信的國家 考慮透過像類似台灣關係法 這樣子的方式去做出一個新型態的一個外交關係 那說不定還專發優於民法 這樣 那有54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這個科技發展的過程裡面 如何避免環境污染 例如像廢棄手機等等 其實現在有一個很簡單的一個概念 就是你只是租用而不要購買 那就是所有的產品都變成服務 我以前有一次跟一位前輩聊天 那是一個公開論壇 在新竹 然後我就開始講說 我們在推行永續的時候 要確保我們的產品跟我們的服務 都是能夠用永續的方法規劃 然後那位前輩就忽然答斷我說 欸這個在我那個年代都不是這樣 在我那個年代我們只會講產品 只會講產業 服務那叫售後服務 就是說在比較古老的年代裡面 服務也是從屬於這個產業而存在 那主要還是要賣你產品 然後服務是就是售後才有的一個東西 但是我們現在就發現 很多事情是已經電到過來了 好比像說 我最近因為想要這個練這個就是跑步 所以就是去找跑鞋 所以我還沒有買 那目前只有登泰鞋沒有跑鞋 那後來我就找到了 我就看到一雙跑鞋 還沒有想說要買 因為它也不賣 它是用租的 那就是愛迪達 它這個推出了一個叫什麼4D 我真的不是業配 我沒有收愛迪達的錢 它的一個想法就是說 因為現在你的鞋子就是你丟棄掉之後 因為它裡面有相當多的不同的媒材 有很多不同的材料 所以它很難每一個都充分的回收 它的回收利用率一直都有一個天花板 有一個上限 那後來它就用3D獵鷹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叫4D 但是就是名字叫4D的那個3D獵鷹的方法 完全只用一種材質 然後就做成一整雙鞋子 那你隨時對那雙鞋子的樣子不滿意 顏色不滿意 這個裝飾不滿意 什麼不滿意 或者你把它弄髒了弄壞了 你就把它寄回去 那寄回去之後 它就再印一雙 比較你滿意的鞋子回來 所以這是一個訂閱的一個關係 而不再是購買的關係 那如果是訂閱的關係的話 第一個 它就會希望它的品質特別好 因為你如果一天到晚寄回去維修的話 對它的成分會提高 所以它絕對是有那個動力 去給你更好的品質 那第二個是說 你又不會因為這個最主 時尚最主流行的關係 而去廢棄掉明明還好好的東西 因為你只要就是改成 複合最新的這種花色跟最新的設計 它再贏一份就好了 甚至如果就是3D獵鷹的話 你還可以找你的在地的協力的夥伴 去做很多的配件啊什麼之類的 所以我就說大家在線上遊戲裡面 大概對於這種就是身上的裝備 可以不斷的進化 其實都已經非常的有經驗了 那現在就是我們把同樣的邏輯 帶到就是這樣子的日常生活裡面 那我們越來越多的產品 就可以變成是用租用的方式來做到 而不是用所謂擁有的方式來做到 因為事實上你也並不真的擁有這個嘛 很多的產品它本來設計上面 就是幾年之後就會壞掉 所以你其實本來就是租用 所以不如一開始 結果理解到這是租用 而且透過租用的關係來 確保這個生產者 能夠讓它的品質表示良好 因為這樣子的話 它的這個耐久性 跟它的就是財務的回報 才是放在同一個圈圈上面的 那目前的做法 其實常常這兩個是互相打架的 所以它就會去設計出一些 就是當它退流性之後 它也自然壞掉的東西 來讓就是環境的負擔變得耕中 所以這個所謂的 環境的循環設計 也很歡迎就是感興趣的朋友 可以多看一下 有43位朋友們問說 想請問委員對於 因為武漢疫情影響的關係 表演藝術領域在外來的發展 有什麼看法 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我想表演藝術領域在疫情當中 當然因為就是大型的群聚 什麼就是變得比較困難 所以有很多的演出 特別是跨國的演出 都變得非常的困難 除非你剛好要去紐西蘭 那樣的話應該很快就變去了 但是就是除了那種狀況之外 其他的部分其實都受到影響 那但是就是窮則變變得通 那這也就是讓我們能夠有這個機會 稍微去看一下說 其實我們如果是透過線上的方式 遠距的方式來舉辦的話 就像剛剛講的 你辦一個跨國的演出 多國巡迴公演的前 你可以就是一年這樣子下來的前 你可以辦五年或十年 線上的巡迴 而且人家還可以不斷的重播 這未必是一件壞事 就像當時我們就是辦那種小型多邊關係的時候 我們去AIT 那時候有一場就是我們跟日本跟美國這三遍 然後每次有一個有意思的主題 我們好像剛剛講的永續設計 我們就會去找荷蘭 或者找不同的去當地四國 我們會不斷辦這種 workshop 那本來想法是把台灣帶去全球巡演 那當然後來就碰到疫情 所以我們11場巡演 就取消掉10場 但是這個情況下 AIT本來也覺得說 有點挫折 可是後來他們就發現說不對啊 因為他們預算都已經編下來了 所以這樣子的預算 如果是用視訊的方式 用甚至擴增實境的方式去辦 其實它的不但器材可以重複利用 而且它可以辦50場都還有上 所以這個時候他們就很高興 甚至每個禮拜都可以來舉辦了 所以他們後來就弄了一套這個攝影棚 那這個其實很好笑 因為當時我去AIT就是錄那個節目的時候 他們的發言人就是孟悅和坐在這邊 那我坐在這邊 那我後面就是看起來古色古香的那個書櫃 它後面就是那個AIT的標誌啊 什麼之類的 那但是因為要展現出就是我們在不同的空間 那個感覺啊打光之類 那所以我們就都看著面前的攝影機 看起來好像我們在很遠的地方 但事實上我們就是只隔1.5公尺而已 所以就是也有一些劇場的元素 這個把它運用在裡面 就是隔著螢幕我想大家一方面 是會特別專注在就是大家講的這個內容 而不是大家的非語言訊息或表情或肢體訊息 但是二方面這個也可以讓我們看到說 其實以現在的頻寬 你還是可以帶一些非語言訊息進去 那不管是像我剛剛講的這個聲音的 這個acoustic的音場把它帶進去 用這個special sound去mix 這是一個方法 然後或者是說其實光是字幕本身 如果有看過那個就是視網膜 就是研究中央電視台 運用字幕的那種方法的話 它其實也可以用字幕來帶動那種 微表情的那種感覺等等 所以其實就算只是透過2D的直播 你都可以做很多本來就是在舞台上面 可能要用質體等等去做的micro expression 那更不要提說在3D的在立體投影的 或者在VR的情況之下 那你更不受到物理的限制或神學的限制 你可以隨便來做什麼做什麼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讓大家稍微緩下 然後來看一下說目前我們stay of the art 就是目前的尖端研究到實際上可以上傳的 這個部分到底已經可以做到什麼程度 以及你多少可以把觀眾 把它帶到這個共同在場的臨場的感覺 那這個程度絕對是比大家本來想像的高的 是這樣子 那有49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想要請問唐鳳委員對精神病患者的殺人 或無差別的殺人事件 可以不判處死刑的想法是什麼 台灣並未加入聯合國 為何要遵守國際的兩公約 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這個其實就像我們當初在那個 弄那個口罩公賣店上的時候 朋友們都提醒我們說 如果講儲利費7塊錢的話 大家都很不高興 但是如果就是你說 口罩什麼一個10塊 什麼買三綜藝 然後什麼滿22元免運費 什麼之類的 大家都會很高興 所以意思是說 這很多時候是大家對於 罪跟罰的理解上面的一個想法 就是說如果他現在是說他無罪 那大家都很不高興 但是如果他是說 他是必須要什麼 就是強制治療啊 這個 持多多少整個年的公共權利啊 然後必須要在什麼樣的情況下面 去就是限制他的這個接下來的生活啊 等等等等 你把他前面實際的這些多元廚餘先講完 然後不要去特別提那個有罪 還是無罪那個法律概念 那大家都會覺得說 對啊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他對社會不會造成傷害 而且這畢竟不是一個 純粹懲罰式的東西嘛 如果他終於理解到 就是被治療到 理解到他做了什麼事情 他才有可能真正的去懺悔 而且變成一個比較好的人 那如果就是他連理解到自己 做什麼事情都不行的話 那更不要講這個懺悔 或者原諒或者道歉等等 這些事情 就是他必須要先有這些社會的能力 這個罪跟法才產生意義 那所以我自己是覺得說 就是兩公約這件事情 當然技術上來講 我們已經把它國內法化了 所以如果你要這個違反它的話 那必須要先廢除掉 這個已經國內法化掉的兩公約 那才能夠去做到 這個是就是法律技術上就是要這樣做 那如果你對於就是兩公約裡面的 特別哪幾條有想法 而且覺得應該廢除的話 歡迎您上我們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 連數到五千個人 我們就讓法務部來跟你實質地去對話 那事實上當時的什麼就是酒駕啊 什麼之類其實也都有到我們的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 什麼酒駕唯一邊行啊 什麼之類的那些提案 然後也真的很多人 那後來大家經過討論之後就發現說 就是你如果真正喝醉了的話 其實我刑罰定的在眾 我腦裡都沒有這些這些東西 那最有效的反而是什麼呢 就是酒精鎖啊 就是如果你就是有呼氣有酒精的話 根本就打不開車子 這個才是真的嘛 因為那個時候 他腦裡其實是沒有這些罪 或者罰的這些觀念的 所以你再提高他的邊際效用是遞減的 那這些其實就不是單純的你支持或反對的選項 能夠去表達的 那個就真的必須大家去到同一個場合來 然後去把像酒精鎖這一類的解決方案 都就是按照這個使用者的領程 就是從你開始進到喝酒的地方 到離開喝酒的地方 到上野的載具 中間到底可以介入哪些地方 經過盤點之後 大家才能夠真的去 讓未來不會再發生這種事情 那事實上 只要你去想 未來不要再發生這種事情的時候 自然也不會有一開始那種 就是很衝動 就是唯一邊行的那種想法 因為如果邊行它是很有展示作用 但是事實上 也不會讓酒家的這個次數減少 那事實上大家就可以承認說 那只是我 就是連署來送的 但是連署來送的也不錯 因為這是讓大家 有一個討論的機會 就像之前有人連署說 要把市區改成GMP加9 就是變成跟日本的市區一樣 那他們經過面對面的討論之後 才終於坦承說 他就是希望 從PRC過來的旅客 到桃園機場 都必須要調整他的售表 這樣子才有一種宣示主權的感覺 等等 那大家後來不就發現說 第一個現在表都自動調了 其實沒有什麼幫助 但是我們如果在機場去 強調我們的人權 強調我們同婚 強調這些跟PRC不一樣的地方的話 說不定反而更有洗腦的作用 所以這個都是要面對 沒有用協作的方式來討論 那有72位朋友 再加上9位朋友 也就是81位朋友 問說這個手機 是不是真的會偷聽我們講話 非常好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 如果你擔心手機偷聽你講話的話 那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就是把它就是 關在類似像法安地紅那種 就是完全能夠屏蔽訊號的一個地方 你只要不戴手機 手機就不會偷聽你講話 那但是比較 就是沒有盲情就沒有盲情的演 對 那但是 手機有沒有在偷聽你講話 當然取決於 上面在運行什麼應用程式 所以另外一個你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去你的隱私設定 然後去看 你到底授予了哪一些應用程式 取用麥克風 跟在背景執行的這兩個權限 那你如果這兩個權限都授予它的話 它理論上就可以在背景 來偷聽你講話 那當然有一些它是 理論上是它只偷聽特定的字眼 它比方它只聽OK Google 或者它只聽Hey Siri 那我講的時候它必須特別沒有音調 不然在場很多手機就會突然醒來 對 那就是它只聽特定的關鍵詞 那關鍵詞之後才是你的這個 預音輸入的訊息 那但是有一些它就是真的什麼都聽 那什麼都聽要傳到哪裡 你也不知道 所以當然我現在的建議 就是在手機上面 我如果非必要 絕對不會給任何權限給應用程式 那大家當然就會問說那你視訊怎麼辦啊等等 那我視訊也都是在瀏覽器裡面 直接連到 好比像說我們自己架的那個GT 就是meat.pds.tw 這個就是我很常使用的 就完全這個我自己架的 所以我滿確定它只會跑到我們的國防中心 那它叫做Gtmeat GNTSImeat 那這個也是當時因為Z開頭的某一個軟體 這個本來答應說這個在就是特定的地方的區域 你不管在哪邊 你只要是跟那個區域的人聊天 你的這個就是訊息通訊 就不會跑到其他的區域去 這叫GeoFencing 那後來他們在2月的時候 因為網路特別繁忙 他們就不小心 就把這個有一些就是加密的這個訊息 跑到了就是PRC的境內 那因為它自己講到它自己做不到 所以後來我們就禁用它 也造成很多教學員有很多困擾在此之前 那但是我們當時也是立刻就有推薦 包含台灣這邊的一些解決方案 以及我們自己家的這個 大家都可以免費使用的Gtmeat 其實功能也沒有差很多 那它的好處就是 你直接從瀏覽器連接去就可以用 所以你有雙重的保護 一層是說你的瀏覽器本身 就會幫你擋掉很多在背景 想要遵取你的手機的這個做法 那第二個是說你的瀏覽器 隨時如果在錄音或在錄音或什麼的時候 它上面都會有很明確的指示燈 所以即使你硬體上面 沒有第一層的那個亮起來的指示燈 或麥克風的指示燈 瀏覽器在錄音的時候 它也會告訴你它正在錄音 會有一個錄音的這個 這個 icon 一個圖示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它就不會偷聽 它只能正大光明的聽 那至於你要不要讓它正大光明的聽 那就看你跟你瀏覽器中間的關係了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跟大家說 好 那這就是有72位朋友 好 那有49位朋友們這個問說 這個我最近一次生氣啊 或者是動怒啊 是什麼時候啊 以及是為什麼 我最近一次生氣或動怒 應該是我四五歲的時候 這個 我其實已經不太記得了 對 那因為我四五歲的時候 就 就是有這樣一種抵直 就是說我只要心跳很快 我就會昏倒 因為閒天性心臟病人關係 那就是按照我阿嬤的說法 因為我兩三歲的時候 我真的記不得 就是那時候就是每一次 只要哭得比較激動啊或什麼 然後就會有一個極限 就是很多小孩鬧會鬧很久嘛 那我鬧是有個timers 就是說我只要開始鬧 可能鬧一兩分鐘 然後我臉色就會開始發紫 然後就溫鬧了 然後睡起來之後什麼事都沒有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心事中的缺損 就是說在協議裡面的養濃度是相當低的 就相當於在高山頂上那種濃度 那所以這種情況下其實我沒有辦法 就是有很強烈的情緒 不管是很高興還是很生氣 那我只要每次有很高興 或者很生氣的情緒 那身體就會自動就是殺到 然後我就就會昏倒 所以我就是生氣的記憶 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 那當然之後我十二歲開過道的時候 身體就好了 理論上我可以經驗到這些東西 但是這個就好像就是 你小時候沒有學的語言 你到長大再去學那個語言 其實就很困難 那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我小時候因為沒有第一手的 這種很憤怒的經驗 所以我要學很生氣也很困難 而且我也看不出來為什麼要去學 所以就一直沒有去學 那但是當然就是很開心的那種經驗 然後比如說 本來不可能去坐雲霄飛車 那我就會特別去坐雲霄飛車 去體會那種很開心的 或者是很刺激的那種經驗 那個倒是有的 那但是憤怒這個就一直沒有練出來 所以就是我的那個 然後心急轉彎嗎 就腦裡那個怒怒 可能就是一直都沒有 就是小一個角色的這樣子一個情況 那有49位朋友們問說 客觀來講覺得老高的影片 有幾分真實性 我相信這應該都是老高親自拍的 除此之外 我就不知道了 因為我雖然這個五歲的時候 應該也可以抬頭 但是我並不是 並不是有fact check過 他所講的每一集的每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你要問的話 可能要比較具體的問 因為我畢竟沒有那麼多時間去追劇 所以我就是大概知道 他講哪些主題 但他講的很細微的那些東西 我其實並不是很清楚 所以如果你要問特定的東西 你就要問特定的東西 要不要說在地球之外 沒有什麼智慧生命啊 這種東西 那我就可以很肯定的說一定有 為什麼 因為國際太空戰上面有人嗎 很快火星也會有的 所以外星人是一定會有的 而且大家都有機會成為外星人 有41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學英文有沒有速成的方法 哪些軟體特別的好用 我自己是用Dualingo Dualingo是還不錯 所以還是可以推薦的 就是所謂的多靈國 這個也可能蠻多人已經用了 所以這並不是一個很新的東西 Dualingo它就是一隻貓頭鷹 叫做多靈國 然後它所做的事情就是 讓你在線上可以用任何語言 去學其他的語言 然後它除了就是反覆的讓你練習 聽說讀寫之外 它其實還有一個梗 就是它有一個很大的社群 那大家可以一起就是好像 就是比賽運動或者比賽什麼一樣 把它遊戲化了 但它的營業模式也很有意思 覺得它的這個創辦人 本來是Google Recaptcha的創辦人 Recaptcha就是要知道你不是機器人嘛 所以就會一開始 是要你看兩個不同的英文字 把它都打出來 電腦只知道其中一個的答案 而你拿另外一個字 如果是錯字的話 它也不知道 但是平均下來 它就會知道說 那個字到底是什麼 它是用這樣的方式去訓練電腦 去看懂所有的書 它是Google Books的一個後台 那現在當然它判斷你是不是機器人方法 已經不是叫你看書了 而是叫你變容紅綠燈 人行道 以及什麼其他別的東西 那為什麼呢 因為Webmo也在做自駕車 所以大家都在幫Webmo訓練 他們的自駕車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架構 那所以它來做DuoLingo的時候 它所經營的方式 也就是讓大家在學習的過程裡面 盡可能的翻成 就是你看得懂的語言 就是它比方說你是用漢語 去學英語 那它會讓你把英語的一些字 翻回漢語 那有些它知道標準答案 有些它其實不知道 那它還是考驗你 那所以在過程裡面 你慢慢的就會幫忙一些 想要就是在台灣開店的店家 翻譯他們的菜單 或者是幫忙微機板科 翻譯他們的不同的 微機板科的條目等等 就是任何想要有充分的在立的 口吻的在立的話 就可以去找DuoLingo合作 它就是一個翻譯社 它的翻譯社就是一群其實 學的還就是每一個程度都不太一樣 但是加在一起它就去確保說 它不會翻一些很明顯的機器翻譯會 它去補機器翻譯的不足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好的 我們叫Collaborative Learning 就是機器學習跟人類的學習 過程中的這個產物 就是你在學的過程裡 你總得翻譯一些東西 然後練習題 又可以為整個人類社會去做出奉獻 我覺得這是蠻好的一個設計 那有沒有速成的方法 其實最簡單的就是 把你放到指揮講英語的人中間 這個大家都知道 這是老生常談了 那只是說在我們現在這件事情 還特別容易 因為你在線上 只要隨便挑一個社群進去 你還不用去這個爬山涉水 所以像我自己當時學英語的方法 其實英語是我很晚才學到 大概十三四十五 所以才開始學 那我學的方法其實就是 去參加一個叫做 魔法風雲回 Magic Gathering的一個社群 所以我一開始學到英文單字 都是特別難的單字 什麼annulation abayance 什麼就是光是一個反擊咒語 我們就有非常非常多這種講法 每個都是GRE等級的單字 那所以這樣子的話 我學到的這些詞彙 就是聽起來就很唬人 而且在線上聊天室 就是大家都就是隨便可以亂聊 所以大家的 就是在學習的過程裡面 你就不會怕開口 因為你就算是亂講 那反正在IRC 就是在聊天室頻道上面 亂講的人很多 所以就是你隨時都可以 亂入的這種概念裡面 其實你就不會去怕去講話 那反而是如果你一開始學的是文法 學的是特定的單字量等等的話 反而就會覺得說我沒有到100分 我就不是很敢開口不敢講話 所以我就是誠摯的建議 就是大家都去加入一些 就是大家都不是native speaker 然後也不太需要是native speaker 然後可能即使他是native speaker 也可能只是12、3歲 13歲左右的程度 就是中二那個程度的一些小孩子們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大家都不會很在意說你的文法有問題等等 那你也會練就一個就是不管什麼東西 你都可以接話的這樣子一種 就是native speaker 通常才有的那種能力 那有4、3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疫情關係 表演藝術院的這份情勢 開始以不同以往的情勢出現 像我剛剛講的線上的演出 但是疫情過後 劇場將回到現場的形勢 對觀眾之間的距離也伸展開來 想要了解說 對我原來說表演藝術未來之後 可能有怎麼樣的可能性 非常好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會回不去 我們這個很多線上的這種開會會議 大家一開始都就是很錯覺的說 一定會出現各種技術問題等等 那現在就像我說的 其實你有一個GC的網址 大家貼到瀏覽器裡面 現在的不管4G也好 光線也好 Cable也好 大家其實都聽得很清楚 我會看得很清楚 但都聽得很清楚 那聽得很清楚的這個情況 其實大家就會覺得說 那我幹嘛還要就是 馬山涉水來開會 那是不是就純粹Social就好 那Social 各種網路Social有很多方法 它比方說在G0B臨時政府的 這個在家黑客送裡面 我們常常做的方法就是 每個人都訂相同的外送 然後大家都訂一樣的披薩 然後都喝一樣的飲料 然後就在螢幕面前可以具備 然後都還是覺得說 我們在同一個空間裡面的感覺 就是靠著食物去鴻摸 那所以這些事情其實都是 表演因素在接下來就是 即使疫情過去之後 都可以想說 第一個你在舞台上面 可以引進哪些 你在線上已經 已經證明過還蠻不錯的 一些介入的方式 比方說也許就是 視網膜的那種字母 就可以在舞台上面 就打出來 事實上好像也有 就是兩聽院也好 或者其他的表役也好 現在也開始 就是如果你是外國的團來的話 他會即時的去辨識 他們在講什麼 講到哪裡 而且把它即時的翻譯 這樣子顯示出來 所以這個東西 目前還是一個被動的 就是台上的人講一句 他要秀一句 但是事實上各位 創造力很容易 就可以把它詳稱 那他也是另外一個表演者的 這種就是 自己唱雙簧的那種狀況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大家習慣了 你目前的形式之後 再回到劇場的時候 其實就會對於劇場 它的可能性 有更多的期待 那你如果去回應這個期待 以及像我一開始的做法 就把各位手上的手籍 都掙收過來 變成表演的一部分 那這個也是一個 可以考慮的 傳統上的參與師劇場 都是靠大家的 就是身體的動作 或者是大家 激發出類似的聲音 比較少這種 individual action 就是每個人 他的個人化程度 都很高的情況 因為實際上 在這個地方 就不太可能 四個人同時說話 那但是透過像這種 數位的介入 那大家都可以 即時的這個 去影響的表演者 或者問我說 會講這個 與助詞嗎 例如是這樣子 就是希望 這個考驗我的英文發音 這種事情 大概都可以 立刻變成 表演的一部分 那這樣子的話 一方面你透過網路 直播等等的朋友 都可以即時來參與 好比像說 問我有沒有在 魔法風雲會 已經沒有在玩了 等等 就是說你的節奏 可以不完全是 你本來READ好的 那個節奏 你如果喜歡的話 隨時都可以進入這個 快問快答 這個狀況 這樣子的話 其實即使你是隱居的情況 也可以用你自己 希望的方式 跟全世界取得聯繫 而且是全世界 都是你的audience 因為你在隱居的情況下 就好像VR 你是先帶著一個 就是眼罩 先什麼都不看 就是從陰陽面 變成觀落音的狀況 然後再慢慢 把越來越多的 真實世界 帶入這個地方 那這樣子的話 即使在這個過程裡面 網路雖然有一些 惡意的言論會中傷 其實你就可以用一種 精神按摩的方式 因為你隨時可以 調那個透明度 你稍微調到 不透明一點點 那這樣你就多一點 心裡的餘裕 可以去喝杯茶 去聽個音樂 然後大家就會覺得 非常的高興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不需要 有這種獨裁國家 這樣子的狀況 有這種獨裁國家 裡面 大概就是我們老爸 最近看到什麼 類似VR的情況 然後只聽他 喜歡聽到的消息 甚至如果沒有新聞自由的話 他連實際發生什麼事情 都不知道 那這樣的話 我們到底 就其原因是什麼 因為他想要一種 sense of control 就是有一種 一切都在他控制下的情況 但是只要你透過 剛剛的那些 就是介入的技術 來做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 sense of control 但是你又不需要 透過獨裁的方式 去干涉其他人的生活 因為每個人都可以 就是加裝自己的 就是垃圾有限過濾器 或者這些東西 那有朋友說 這個委員100分 那我們就在這邊結束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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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今天要特別謝謝 常常政務委員 然後真的很難得 從台北把他請下來 那麼今天只是個開頭 其實常政務委員做的事情 真的非常多 他包括辦法就是那個 行政院啦 還有那個青年 知識委員會 很多的東西都連線 那對於公共政策 希望就是 剛剛他提到很多的事情連結 那也希望大家 對於地方建設 還有這些公共政策等等 都更多的投入 在線上你們都可以看得到 那他最 我覺得他最棒的一個政策 就是所謂的臨時政府 他其實在提倡一個 就是zero government 那這個東西就是 希望所有的年輕人 都可以在網路上面 更去看到更多台灣 這些現在的政策 後來的公共建設 那是什麼東西 然後可以加入 然後我們可以藉由這些網路平台 然後對於台灣的未來 台灣的不管是環境也好 或者是你們的未來 你們的工作 你們的事業 職場的領域 有更多在台灣 未來環境的貢獻 好我們今天非常感謝 唐中委員 那希望 下一個來的一兩年 我們希望你這樣說 都會問不完 那也希望後來 也是會再請他回來 也許是 最長的時間 大概15個小時 可以讓大家 把服務的問題問滿問 好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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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